预理症的里安诊所成立了 针刺剂光疗中心 是国内外首创 医师韩建国常识 在医疗生涯中努力的减少 病患的用药量以及增加疗效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目前成效获得了肯定 特别成立这个中心 期望在未来的治疗当中 能够给予病患最佳的治疗效果 和最低的副作用 并且持续做医学研究 以及发表 来推广最佳的医学治疗 里安诊所成立针刺剂光疗中心 国内外首创 医师韩建国尝试在医疗生涯当中 努力减少病患的用药量 以及增加医疗效 经过多年努力 目前成效获得肯定 因此成立中心 期望在未来治疗当中 给予病患最佳治疗效果 以及最低部作用 并且持续做医学研究跟发表 以推广最佳的医学治疗 两个不同的领域结合 针刺有针灸的效果 光疗是现代科技仪器的一个结晶 我们现在的光疗有低能量雷射 还有高能量雷射 离安诊所多年来实施针刺治疗 多次在国内外医学发表治疗的成果 近年来增加光疗 两者病用在治疗病患 明显减少病患用药 以及增加治疗成效 效果极佳 如今扩大治疗项目 以求服务治疗更多病患 慢慢在累积经验 那我们在我们诊所在国内的医学会 有发表过三次 有在国外的医学会有发表过一次 就是我们做这些治疗的研究的部分 有发表过 所以希望未来我们医界能够多倾向 能够让病人尽量减少吃药 韩建国医师说 传统的疾病除了手术以外 大多以药物治疗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 以加铝参雷射光束 对人体的特殊功能来治病 得到良好的成果 台湾以及有多家的医学中心在使用 也发表了许多篇的研究报告 成效令人欣慰 记者高雄雄玉璃症采访报道